我买了300多斤鸭子 买了点鸡架鸡脖 这是昨天解冻好的 今天的胃灵柱咱给它分割一下 什么在吃肉的时候总往外叼 完事分割好了 下锅 先熬着鸭汤 过来看一下这鸣小狗 你都在睡觉啊 这早晨啊正好这边有点阳光 今天是第13天啊 好好两个小时了啊 这会儿晾得差不多了不烫 下边的肉球凉 温度刚刚好啊 我猜有没有在这等着我 知道开饭了听见声音了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 这里面啊是鸭肉 然后还有点那个面包给它放里面啊 就是因为你吃东西老是往外面叼 知道吧 所以我就给你弄成小块了 啊 好家这骨头被你嚼得嘎吱嘎吱的 叼成小块了 你这回你不往外叼了吧 原住 这小肉块可以一口一个 哎呀 说你每回吃个饭 你收拾半天 习惯啊 这就是鸭肉吃饭的时候的习惯 那有三块面包 那个面包可能有点发甜 这就是丰富营养的一顿啊 现在你小狗在叫呢 我看看啊 慢慢吃 我这一来有点动静啊 这小狗就醒了 今天是第13天了 大家看有没有变的大一些啊 有几个醒了啊 有几个还在睡觉 还没吃完呢 这现在每天伙食都好得不得了 这吃东西慢了啊 这炖的鸭肉是吃完了 啊没有还有一块 每顿都是满满一盆 下次这个量呢 稍微给它减一点 因为每次吃个半盆 我感觉它就饱了 最后再吃点 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撑了 长时间撑的太狠了也不行 好家 你那小狗听着呜呜的 是不是在打架啊 小家伙眼睛都睁开了啊 叫的呜呜的在这 想干啥呢 看这试一字 你吃饱了 你吃饱了 你不管小家伙们了 人家小家伙在这叫了 快点 快点 进来 小钟 快快快快快快 小狗在叫了快进去 快点 现在不积极了是吧 啊 现在是不是不积极了 快点快快快快快进来 你看小伙叫的饿 不行了的 快点 这家懒了现在啊 小钟快进去 进去 完了 完了 最近这身体也恢复了 光想着玩了是吧 是吧 连钟 终于扫得进去了 不积极了现在 哎呀 我阿龙啊 现在这迷路住的跟前几天不一样了 前几天就是吃完饭了 就过来带孩子 啊 这两天你看 因为他这个这个身体啊 已经完全恢复了 可能刚生过的那几天啊 这个有点虚弱啊 所以说没有能打那些新温度 这两天调理的你看 今天小狗就13天了 他精神状态完全恢复了 然后我现在吃完饭了 也想着溜一溜 啊 玩玩了 没有钱 前几天积极了啊 你看 爬的 爬多快现在 这个去去去吃饭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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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 这家我刚才一弄他那个 这个脖子 这家小狗还还还想回头咬呢 你挺厉害啊 这是一条黑虎皮 黑虎皮啊 行 你这小崽子都更猛的 啊 不能招了 被你冲的灌的不行啊 现在 你赶紧坐那赶紧坐那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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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咋了 咋了 出去吧 看你干啥去 啊 我不管了啊 反正你你的小崽子饿了 现在是哇哇叫 反正我不管了 也不知道是饿的 还是热的 还是热的啊 这位小狗啊 现在是13天 啊 然后再停 一周吧 二天左右 就给大家汇报一下他的 整体颜色 啊 品质的这个 高低 然后还有他的米数啊 就都都定一下啊 有喜欢的 可以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啊 基本上每天都会更新 这位小狗的动态啊 这位小狗啊 就是大皮特 配的灵度出的啊 大皮特 粉丝们应该知道啊 就是这个 中国最大的一条 普雷萨啊 普家犬 就是痞子嘛 痞子的儿子 啊 然后遗憾基因 这方面还是挺到位的 然后跟灵珠出的一条白的 没有 全部都是虎皮 还有黑虎皮 因为 因为这个灵珠啊 有那个 黑色基因 大了黑内露血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有几只黑的啊 这个 再停一周 这个这个整体的品质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米树啊 我心里就有树了 到时候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你们想要弄一只玩玩的啊 就就找我联系啊 然后这几天呢也很多人在跟我私信啊 我也没有具体给大家回复啊 也没有给大家就是说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啊 就是说到跟前再看 然后一周以后吧 最近我也会持续更新 这里边这八条呢 确实现在 体型上面 不是太均匀的啊 啊 到二十天嘛 二十天给大家汇报一下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么多吧 走位